嘿 大家好 我是Stanley 这上一期您跟着我去了西安峡谷的世外桃源 咱聊到了世界各文明的神话 今天趁热打铁 推荐给您一部我最喜欢的电影 《贝奥伍夫》 通过这部电影咱来聊聊 让很多男士们为之着迷的欧洲古代英雄故事 这欧洲古代英雄基本上都不是真实的人物 它们都是神话的一部 欧洲的英雄故事是以叙事诗的形式流传下来的 所以称之为英雄史诗 比如最早有河马史诗的伊利亚特 后来中世纪的贝奥伍夫 还有中世纪中期的罗兰之歌 希德之歌及尼波隆根之歌等 这些个英雄史诗歌颂的都是英雄的传奇故事 里面不乏侠肝义胆 尊严荣耀儿女情长 充满了荷尔蒙的碰撞 读起来热血沸腾 酣畅淋漓 荡气回唱 那叫一个爽 喜欢音乐的朋友可能比较熟悉 瓦格纳的大型史诗音乐剧 尼波隆根的指环 这部著名的音乐剧 就是根据尼波隆根之歌改编的 贝奥夫这个名字呢 你可能没怎么听说过 他是被传唱千年的贝奥著名英雄 没关系跟着我呀看完今天这部电影的介绍 我保证你就会爱上它们 故事发生在斯坦迪纳维亚 也就是今天的丹麦所在地儿 贝奥夫呢是弟子 基特人的王子 也就是现代瑞典人的祖先之一 当时在丹麦有一怪物 Grandor正在危害王国 只要国王Roger在庆功大厅里大摆庆功宴 Grandor就会现身撕碎那些寻魂作乐的人 国王Roger悬赏全国一半的黄金 征召天下勇士来除掉这一怪物 贝奥夫听说后 带领14名勇士 从Greatland来到Roger的城堡 声称要为这位丹麦国王除掉这个怪物 此时国王最忠诚的谋士Anthurs 带领了一堆武士走上前来 挑战贝奥夫 他说据他所知 贝奥夫在跟发小Breaker进行的一场 七天游泳比赛中输掉了 如果贝奥夫在游泳比赛中都不能战胜自己童年的朋友 那他又有什么把握来挑战怪物Grandor 可能贝奥夫连在庆功大厅过一夜的胆量都没有了 面对Anthurs的羞辱 贝奥夫并没有动怒 老神在在地讲到那次游泳比赛时 发生了一个差距 他说前几天他跟Breaker起头并进 保存体力 准备最后的冲刺 最后一天 海上突然刮起了狂风 卷起巨浪 一头海怪冲出海面向他们扑来 英雄的职责当然是想要出魔 贝奥夫立马迎上去斩杀了妖怪 之后赶上Breaker继续比赛 不料此时又一海怪把他拖入海底 贝奥夫定睛一看 嘿 这回是海妖 结果可想而知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下半身决定上半身是英雄们的通病 不出意外 贝奥夫因此输掉了比赛 当天晚上 贝奥夫躺好后 静待妖怪的到来 紧接着Grandall从天而降 开始屠杀贝奥夫的勇士 贝奥夫通过观察 发现了Grandall的死穴 痛击妖怪的尔骨 高声力吼 让Grandall缩毁了常人大小 接着斩断了妖怪的一只手臂 致使Grandall落魂而逃 贝奥夫打获全胜 这丹麦一半的黄金 轻易就到手了 但是如果故事就此结束 那就太boring了 果不其然 庆功宴过后 第二天一早醒来 贝奥夫立马杀眼了 他的武士除了最亲近的 威格拉夫性面以外 其他人都被斩杀 挂在了房梁上 一问老国王才知道 除了Grandall 还有一妖怪 战斗值更高 那就是Grandall的母亲 于是 贝奥夫不得不再次 披挂上阵 深入虎穴 来到妖怪的洞穴里 准备斩草出根 此时你脑海里闪过的 可能是这样的画面 英雄大战妖怪三百回合 处处被动落于下风 最后凭借毕胜的信念 毕其功于义 用尽最后的力气 奋力一斤 李箭刺穿了怪物的心脏 英雄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哈哈 咱都是好莱坞定时的受害者 我之所以喜欢这部片子 就在于 贝奥沃夫梅罗素道 从水面缓缓升起的 是妖眼的女妖 贝奥沃夫立马就看傻了 古代陈华有个套路 女妖对付平头百姓 直接灭掉 但对付大英雄 采用的战术 往往是色诱 为啥 因为神话中的英雄 都是半神半人 都是神跟人生的后代 妖怪如果硬杠 不但打不过 往往还会打上小命 比如希腊神话里的大英雄 Hercules Perseus 都是斩妖除魔的高手 这时呢 女妖就有了色诱的本钱 别忘了 英雄也有一半是男人 是男人就逃不了这桃花节 这是咱男人的命呀 哈哈 你有啥高见 给我留言哈 女妖跟贝奥沃夫达成了一个契约 贝奥沃夫把黄金龙脚杯留给女妖 并跟他上床 给他一儿子 女妖自承诺贝奥沃夫 Be king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 最有权势的 这又显示出人性的另一个弱点 对权力的欲望 等于说女妖把男人最向往的两个欲望 权 色 都给了贝奥沃夫 你说这贝奥沃夫能拒绝吗 如果是你 你会拒绝吗 欢迎留言 但是 天下男有这么好的事 你想要的都给你 所需的回报 只是云与过后的负责 对于没有责任的男人 当然可以提上裤子一走了之 但是女妖的契约 还有一个限制条件 当龙脚杯再次回到贝奥沃夫手上时 契约将会终止 贝奥沃夫心满意足地回到城堡 撒了个谎 他说亲手将利剑刺入女妖的胸膛 杀死了他 并带回了Grandale的手机 接下来贝奥沃夫如愿以偿地挡上了King 拥有了他想要的一切 权力 财富 女人 几十年过去了 他马不停蹄打败了所有入侵的敌人 每天最荣耀的事情就是征战 清点战利品 晚上与最美的女人翻云覆雨 他的威名是神异般的存在 但是其实他早已经死去了 正如他质寻入侵者所说 你知道为什么你杀不了我吗 因为我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死了 没过多久 龙脚杯回到了Bell Wolf手中 这意味着冤女妖的契约到了吉隆 几十年的好日恐怕一去不复返了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一条火龙凭空出现 烧毁了村庄 并给Bell Wolf带来一口笑 The Sin of the Father 父辅的罪名 Bell Wolf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经过几十年的和平 他的王国将再次被诅咒 妖怪将再次降临 而这条火龙就是他跟女妖的儿子 北欧神话里 龙是英雄们经常要对付的怪物 龙在西方神话中的定位 跟在东方是截然相反 在西方龙是怪物 危害百姓是邪恶的标准 而在东方龙却是皇权吉祥的象征 西方神话中的妖怪和人一样 也有弱点 但女妖处外 女妖常常是几乎完美的存在 对抗女妖的唯一途径 就是坚定信心不被诱惑 但贝尔沃夫还是重蹈了老国王的覆辙 没有经得起诱惑 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妖怪儿子 但与Roger不同的是 贝尔沃夫并没有像老国王那样 悬赏年轻的英雄 除掉自己的儿子 因为他知道年轻的继任者 是没有办法从全色的人性弱点中挣脱 比如当年的自己 所以他决定亲自披挂出战 铲除自己留下的冤念 而不想让这个恶果无限延续下去 在迟暮之年 他终于有机会 有勇气 可以纠正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 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最终经过一番搏斗 贝尔沃夫亲手地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当他牧送儿子给海浪送走的那一刻 不再年轻的脸庞满是泪水 I'm so touching this moment 此时的贝尔沃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父亲 不再蒸蒸铁骨 不再顶天里地 牧送自己的亲生骨肉铃血 是何等的痛 他向威格拉夫承认曾经犯下的错误 盘泪一看 他为之征战半个世界的王国 和他自然的亲 英雄从来不惧怕死亡 他们尊重的是荣耀 尊严 千古生命 古希腊第一勇士 Achilles 在好友Petroclus惨死后暴怒 发誓要首任杀害Petroclus的 特洛伊王子Hector 但他的妈妈海洋女神Cities告诉他 如果他杀掉Hector 自己也很快就会死去 如果他放弃这个想法 则会有很长的寿命 尽向荣华富贵 直至天年 Achilles流着眼泪跟母亲说 如果不能为智友报仇 苟活一世又有什么意义 他毅然决然选择了为好友报仇 而特洛伊王子Hector也一样 明知跟Achilles交手必死 也悲痛地决别了妻子 孩子年迈的父王 为了国家尊严荣耀 坦然地走向了死亡 这些个英雄有血有肉 顶天立地 同时也有诸多人类的弱点 他们虚荣 贪婪 纵欲 也脆弱 他们首先是人 之后才是半神的英雄 这些个强调个体英雄作用 和生命悖露 悲剧是英雄事实 贯穿整个戏文 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了 Belowoff这部电影的链接 我放在了下面 有时间一定要看看哟 别忘了点赞订阅 下回见 拜拜 拜拜